烏急速ATA CMS导弹袭击俄军卢干斯克机场 俄军在哈尔克夫惨败的关键原因 烏边境雷区暴露 修复半岛机场而准备应战 武器限制逐渐取消 各国有条件向烏派兵 聚焦战场动态 剖析地缘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 我是宇童 今天是2024年5月29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826天 好消息 5月27日夜间到28日凌晨 乌军发射数枚急速ATA CMS导弹 袭击了俄军的卢干斯克机场 这个机场被用作俄军临时军营 从视频来看 这次袭击给俄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现在乌军已经拥有充足的ATA CMS 因此正在大量地摧毁俄军防空系统 雷达 指挥所 弹药库等目标 俄军的S300-400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ATA CMS导弹 这也是俄军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 再继续消耗下去 恐怕俄军要顶不住了 哈尔科夫前线 俄罗斯指挥部放弃了依靠新成立的第245 禁卫摩托化步兵团 安瓦尔特种部队支队 以及所谓的俄罗斯非洲军团攻下乌军阵地的想法 这些部队战斗力极差 不仅无法指望他们占领乌军阵地 还无法固守已经夺取的阵地 这几天 俄军还在攻击沃夫昌斯克地区 乌军则正在反击 双方火力全开 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 俄罗斯军队继续在沃夫昌斯克西南部的斯塔里查地区 进行地面攻击 但依然无法突破乌军的阻击 俄军第72坦克斯快要崩溃了 俄媒承认 市中心的沃夫恰河北岸的沃夫昌斯克古料厂 乌克兰武装部队仍在坚守那里的阵地 俄军很难攻取那里 与此同时 俄军在利普齐方向寸步难行 即使疯狂投掷FAB炸弹也无法继续推进 乌军在反攻中取得了小幅进展 俄罗斯博主声称 俄军正在向村庄以北500米的深度推进 但卫星地图显示 乌军最近在利普齐以北的田野中夺回了部分领土 另外 被调往保卫哈尔科夫的乌军第92旅 正在与俄军交战 不让敌人进入利普齐 第92旅副旅长亚历山大证实 局势现已得到控制 敌人只要一露头就立刻被炸飞 就像2022年一样 俄罗斯人失算了 他们计划在两天内占领沃夫·苍斯克和利普齐 建立一个相当大的桥头堡 从那里可以向哈尔科夫市发起进攻 但是计划落空 炮兵指挥官谢尔盖认为 俄军这次的行动更像是一次演习 而不是全面进攻 现在的乌军已经掌握了这条战线的主动权 俄军虽然仍在尝试进攻 但他们会意识到 无论如何努力也没办法成功 最多一个月 他们将被驱逐到国境线外 战争研究所ISW也指出 乌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的战场主动权 俄军对那里的攻击已经失败 这场战役是俄军指挥部最大的败笔 原因主要是俄军出击的时机没有选对 俄罗斯原本想在美国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之前 建立新的立足点 但在哈尔科夫方向 俄军的人力有限 实力不足 使他们一开始就根本无法实现快速挺进和更深入的渗透 俄罗斯准备的夏季战役 原本选在5月底到6月上中旬开始 但没有想到美国国会在4月23日 突然快速通过了乌克兰援助方案 而这时俄军北方集团军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 尽管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 他们得到了情报是 俄军打算在该地区集中总共5万至7万士兵 可俄军最后只召集了3万5千人 就匆忙在5月10日发动了进攻 因此这场战役虎头蛇尾 在大量士兵的伤亡和大量武器装备损坏的情况下 匆匆结束 结局也证实 后勤、武装和人员准备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就发动的战争必然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而且最让俄罗斯恼火的是 美国国会通过援助案后 实际上军火抵达的速度并不快速 这段时间是德国等欧洲国家 及时地给乌克兰运去了数量不小的炮弹和导弹 ISW分析认为 俄军很可能正在准备第二阶段的进攻行动 但目前看来 俄罗斯重新筹集人员和武器军备都相当费力 当然哈尔科夫战役也有乌军要反思的问题 当地北部的一道防线目前还是被俄军占领的状态 乌克兰武装部队侦察部队指挥官 丹尼斯·亚罗斯拉夫斯基指出 他亲眼目睹俄军开车穿过铁链山栏 突破乌克兰的国界线 然而没有任何一辆车一个人踩到地雷 他质问乌克兰安全局 边界到底有没有雷区 俄军是否在开战前就已经掌握了雷区的信息 关键问题是 乌克兰内部是否有人和俄罗斯按通款区 日前乌克兰国家调查局 已经开始对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 突破国家边界的行为进行了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 乌克兰武装部队情报部门指挥官指出 时至今日 安全局已经在各兵种中逮捕了28名通俄嫌疑人 在几十年的持续撤返下 乌克兰有许多亲俄的人 有些还隐藏得很深 此外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 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顿列茨克州 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取得了一些进展 日前 俄军试图在奥切雷蒂诺地区突破乌克兰的防线 并在索克尔和乌曼斯克附近 与乌军激战 此前乌克兰媒体报道称 乌军失去了对乌曼斯克的控制 与此同时 据亲乌克兰抵抗运动的阿泰什报道 在克里米亚 俄军已经开始从战科伊撤军 并积极修复半岛深处的机场 可能会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 重新修复的机场 包括费奥多西亚附近的基洛夫斯克机场 和克兹附近的巴杰洛夫机场 我们知道现代化的机场 能够更快速地进行飞机的起降 维护和加油 提升军队的作战效率和反应速度 改造后的机场可以成为重要的战略基地 为区域内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保障 增强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力 外界还认为 俄军会为飞机建造封闭式掩体 因为这样可以有效保护停放的飞机 免受敌方导弹和空袭的威胁 提高机场及其设施的生存能力 不过由于技术的复杂性 高昂的建设成本和大量的时间要求 俄军在建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障碍 俄军当前已经在哈尔科夫苏美边境集结更多的军队 因为乌克兰不能使用西方武器打击这些目标 所以只能任由俄军越境后才能实施打击 这导致乌克兰会增加损失 外界关注到 俄罗斯境内沃罗列日州的巴尔地摩军用机场 是俄军战机的聚集地 这些战机主要负责袭击哈尔科夫的乌军阵地 军事设施以及超市民宅 这个机场距离前线约190公里 比最近遭受ATA CMS导弹袭击的 塞瓦斯托布尔贝尔贝克军用机场还近50公里 乌军战士说 如果我们的西方朋友能减少恐惧和担心 许多悲剧本来就是可以避免的 意思是 乌军如果可以打击俄军本土目标 哈尔科夫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好消息是 继英国拉脱维亚等国取消限制后 瑞典日前也宣布 取消对乌克兰使用其武器的限制 瑞典国防部长鲍尔约翰松表示 根据国际法 乌克兰有权通过针对敌方领土的军事行动进行自卫 前提是 这些军事行动符合战争法 瑞典支持国际法和乌克兰的自卫权 允许乌克兰使用其武器攻击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目标 瑞典还向乌克兰交付了一系列武器系统 用来对付俄罗斯目标 包括至少八辆弓箭手 Archer FH-77BW SPH GG炮 射程30到60公里 现在美国也开始讨论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 打击而领土的可能性 不过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 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支持取消武器使用限制 他表示俄罗斯没有克制自己 那么就不必为乌克兰设置红线 不过意大利、德国反对这么做 德国总理舒尔茨认为 没有理由扩大西方武器的使用范围 现在不光武器限制正在不断洽谈 各国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也在实施中 5月27日 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签署命令 允许法国教官进入乌克兰武装部队训练中心 并熟悉其基础设施和人员 据悉具体计划正在协商中 德国图片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北约正在讨论使用防空系统 封锁乌克兰西部上空的可能性 此外 北约部分成员国讨论在乌克兰境内部署教官 训练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以及发展后勤保障 将武器弹药运送到前线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也有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 这些国家无法容忍俄军部署在其边境 因此接下来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取得战略突破 战场局势出现恶化 他们就会向乌克兰派出军队 另外西班牙向乌克兰提供了11亿欧元援助 包括第二批爱国者防空导弹 19辆鲍尔A4坦克 大量155毫米炮弹 反无人机系统等装备 西班牙还成为与乌克兰签署安全协议的第10个国家 并准备扩大训练新兵的规模等 今天的新冷战情势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